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家庭或者个人阴暗负面的一些方面 尤其要讲国学这些,一个人站出来,各种聚光灯 所有眼睛都盯着你,你有一点点小的瑕疵都是问题 谈财了,谈似了,谈权谈明,谈所有的 其实能敢站出来讲呢,两方面 一个是道理上通了,通一些比别人更能善于表现表达出来的 那至于说他自己有没有做得比别人好,这个真的两说 但你敢站出来,你就要接受大家的这种目光言论 有一些呢,有一些呢,可能是吹毛秋思 但是,你有一点问题,君子闻过则喜 你也要接受批评批评批评 你也要知过无不改 所以啊 那我们要做这个,那就要额外的注重自我的修身 其实,季先林老先生 他晚年,讲实话 我就怕他做了那些,又不讲实话 被人发现了,又不承认 那就更麻烦了,那真的是一关亲手 其实他说的这些啊 也许是好的,对的 他说,讲,这都是要修别人的 给别人提供帮助 建议,为人师 他说,不是说,他如果动了 这个信念说,自己要输为立贵 扬名立案 一窝的信徒,让你干嘛干嘛 那就是迷信,个人崇拜 他讲啊,他对女人也是很感兴趣的 那甚至书 日记里面都记下了啊 跟某个某个谁 那那种 云雨之欢 多么的美妙 那我们这个东西啊 就两论了 他写的 说的有没有道理,觉得好 那可以去信 只是信他这个言论 但他的行为呢 也许他比普通人还好一点 也许甚至他还不如 那就不学他这方面 总之要做这个也是很难的 君子独善其身 即使没有人监督你 你自己要更加的比别人还要注意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有一些呢 在公众场合不适合 说家里面怎么怎么样 那谁都有问题呢 哥们弟兄在一块 别老说人不是 别老挑不是找毛病 那该说也要说 但是 那公众场合 主要一个分寸 尤其家里面的 台头不见低头见 反正在家里说了就是了 在公众再没必要再说 不知 不知 也许